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有两台或四台电脑 它们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 但是你只有两台不支持网络打印的USB打印机 你想要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都能方便地打印文件 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一台USB打印机共享器即可解决 如果是两台电脑 共同使用两台打印机 就用两口USB打印机共享器 如果是四台电脑 共同使用两台打印机 就用四口USB打印机共享器 在连接USB打印机共享器前 请确保需要共享打印机的电脑 都装好对应打印机的驱动 连接使用步骤 首先使用打印机自带的打印线 连接到USB打印机共享器 然后使用共享器自带的两根USB打印线 分别连接电脑1和电脑2到USB打印机共享器 连接好之后如何打印 方式要按键切换 如果是电脑1打印 就按一下USB打印机上面的1号按钮 USB打印机共享器1号按钮旁边的灯亮 则可以正常打印文档 扫描文件等 四口打印机共享器的按键切换 也是一样 电脑2打印 电脑3打印 电脑4打印 电脑1打印 方式2软件切换 此种方式只适合Windows系统使用 在需要共享打印机的电脑上 安装好USB打印机共享器的驱动 打开软件 按下键盘热键CTRL加F11 打印图标为绿色时 这台电脑就能使用两台打印机了 又或者直接使用鼠标点击Switch选项 图标变为绿色 这台电脑就能使用两台打印机了 你学会了吗